你要離開石代物流嗎? 不知道, 我還沒決定 你不用管別人怎麼想 管理層和員工之間 有意見對立是很正常的 要不我幫你跟海哥說, 他一定… 不用了 有一個經濟學家叫Alger Bosch 他曾經說過二十年之後 機器或是AI就會取代人類 我很認同他的說法 一個令企業發展不到的最大因素 就是人力 現在世界上很多最賺錢的企業 正在研究如何用科技去取代人手 我們世代物流不可以只靠人力 在地面把貨物由一個點 運到另一個點裡, 有沒有? 如果我們世代物流要走遠一點的話 我們的目光也要放遠一點 怎麼樣? 你是不是聽趙開說 開直播, 看護班員工? 不會, 就管理層最重要的是什麼? 除了能力之外, 是威嚴 比較的 動一點被那些員工拿著脖子 像什麼樣子? 這個直播我無論如何都不會去做 如果你跟我說 你會妥協跟那些員工解釋 我就真的看不起你 你跟記者說的話, 我重複看了幾遍 我覺得你說得很硬 B一行都要跟著時代變 幾十年來, 物流快遞 都是靠我一雙腳 我到現在還一成不變 林先生, 我跟你真的不用說話 不過趙海就不同了 他每天都跟我說那些企業以人為本 你說真的能頂不頂得他信嗎? 他真的恥祝他爸爸 是嗎? 兩者一天, 當作是家人的事 我們沒有責任要養一輩子的 對 如果這次退, 下次呢? 他們就會有此無空, 得寸盡情 不可以, 誰搞事, 解僱誰? 明天回公司找趙先生再談談 看他接不接受我的意見 如果真的不接受的話 我想我留在這裡也沒什麼意思 不用再談了 他這份人這麼萌生 他會聽得到入耳嗎? 總之, 我也不會給你辭職 你之前我來之前 打了幾個電話給我 誰? Henry, Charles, Duncan 我沒有加多也沒有減少 整件事都告訴他們 他們的想法跟我一樣 都覺得你說的話是對的 科技研發就是要節省勞動力 是趙凱, 僱暴自豐, 泰國做工不完工 你們以後打算怎麼做? 我們明天會一起回公司 問一下他 他背著我們如何管理世代物流 我知道我不應該干涉你們公司的決定 但我覺得你不應該為一幫搞事的員工 而放棄一個人才 你知道他們發生什麼事嗎? 大灣區的物流差一點就癱瘓了 我們現在不應該去研究 然後杜明說的是對還是不對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平息做這件事 那你也知道杜明是一個什麼人 他跟你一樣 在某些原則下一步都不會讓 你想留著他就讓他一次吧 但他這次是觸及到一個紅線 那你這條紅線會不會塞得太高? 一個企業家 經常把以人為本四個字掛在嘴邊 其實杜明說得沒錯 你現在看到了, 人債包袱 現在他們說不做就不做 說罷工就罷工, 但機器不會 明天… 明天我找杜明談談 看看可不可以找一個 大家覺得舒服的下台街 但我還以為 你跟他在生意上接觸 原來你們是好朋友吧 我跟杜明是好朋友之上 但又未到達可以一起的階段 不是, 杜明不錯 好, 拜託你給別人機會 我也想快點節省一元的贍養費 芳芳, 你去哪裡了? 你現在才回覆我? 什麼?你去醫院? 哪間醫院? 怎麼整天都不回我的電話? 沒事, 扭傷了一點 這次幸好你扭傷了手 要不然, 我拿什麼跟你爸爸媽媽交代 也沒事, 我現在不是坐在這裡嗎 不過我要跟你說 今天真的很驚險 你知道上去嗎? 百多個發帝員圍著我 他們說如果我不說清楚 究竟公司是否大財源 不讓我離開的話, 不讓我離開 你以為我怎麼跟他們說 我跟他們說 好了…你們不要再推了 我山場水遠上到佛山 就是代表、主席趙凱先生 帶幾句話給大家 其實我們公司從來都沒想過財源 還打算加 highest價錢 每張單單額加五元, 怎麼會 是每張單單一元 稍且慢 我什麼時候亦這樣說過? 老闆, 你別這麼雇寒 如果我不敢說 我就不僅是扭傷了 要加薪這麼大的事 你是不是應該打電話給我商量一下 剛才就跟你說, 百多人圍著我 我怎麼打給你? 還有, 我這樣扭傷了 我也不敢叫痛, 你知道嗎? 是他們散光後, 我才來看醫生 我是你, 把他包一個最佳員工帳給我 是…最佳員工… 是 你還在這裡?還沒走? 我? 你頭那麼難折車 打算把你們拉走 方小姐, 認不認得我? 你認識的嗎? 兩年前冷凍車的意外 宋小姐有幫忙的 那天大家都忙 都沒有正式跟你打招呼, 我去送帖 她叫方方, 是我們世代物流 在大灣區的營運重監 你們公司有個這麼年輕的高層 拜託你不要讓人走來走去 做一些危險的事 不關海哥的事, 她也不知道我去佛山 她很忙, 我怕煩著她 你真是細心 我也想有個像你那樣體貼的伙伴 Kill, 車子呢?我開 我們先送方方回去吧 好 海哥, 先送你吧 罷工的事情還沒結束 明天你一定有很多會開的 你要早點睡, 早點休息 阿海, 想不到我和你離婚後 你還可以找到一個對你這麼好的女生 芳芳, 如果你離開世代的話 記得找我 我覺得我和你一定合得來 你當著我面子叫我的人 不過幸好芳芳不是我的下屬 芳芳是我們公司的2%股份的股東 老公 芳芳 芳芳, 怎麼樣?你的手沒事吧? 嚇死爸爸了 也叫你等舅舅再上佛山 還痛不痛? 都說沒事了 不用這麼特地走過來 趙先生, 麻煩你了 芳芳, 今天集穩倉的東西 你交給家人做了 記得家庭好好休息 手好了, 才上班, 知道嗎? 知道 趙先生有心了, 我們會和他回去的 行了, 你也早點回去, 早點休息吧 好了, 沒事 沒事, 回家了 沒事了 來… 凱哥 怎麼了? 凱哥, 你現在是不是回家了? 應該這麼晚了 這麼晚, 你和宋小姐 應該不會有什麼地方要去吧? 我現在只想回家睡覺而已 那他在這裡是否自己有地方? 我幫他在南山已經訂了一間酒店 一會兒他送完我 他會自己回酒店好好休息 至今安排方小姐, 你滿意嗎? 非常滿意, 早點休息 跟你做夫妻幾年 都感覺不到原來你這麼有魅力 你不要跟我說, 你感覺不到他對你有意思 慢點吧, 讓他多認識一些人 到時跟我這個老爺多聊兩句 也沒空 那你對他有沒有意思? 知道 一個二十多歲的女生 只是靠一口 可以說服過百個員工復工 真的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 我都頗有信心 他會在十年之內 成為內地每個人都認識的一個企業 是否每個人都認識的 與杜甲 無論如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